房協第一個住宅連長者屋項目 受計畫樂融軒售價公佈 最貴的單位賣超過一千萬 樂融軒提供二百多個出售單位 和六十個出租長者單位 首批六十個出售單位 最貴在二十九樓 一個實用面積671平方尺的單位 賣一千零一十七萬 尺價超過一萬五千元 最便十二樓的細單位也要六百四十九萬 獎制單位月租最貴要一萬八千三百元 樂融軒雖然是房協項目 但以市價定價 我覺得這裡可以 我媽媽可以租樓下那一層 我們可以住上高 現在香港的樓市當然不抵 你說抵就 不過看它的間隔都可以 比較港島東區 成交較多的屋苑 樂融軒比日桃灣萬七元一呎便宜 但高過駕橫灣 樂融軒即是起至11月30日接受認救 下個月5日公告周遷月果 至到7日開始選樓 房協行政總裁王傑龍 在本台節目講清講錯話 樂融軒不是資助房屋 亦都沒有轉受限制 如果樓上的業主真的搬走著 樓下那位長者 我們盡量希望用人性化處理 我們未必一定需要長者搬走 長者仍然在居住 他又說房協仍然會穩地建長者屋 資助房屋等 照顧低收入市民的需求 有機構 有機構 高興 卡 都沒有